本月13号,泰国政府宣布,自今年9月25号起至2024年2月29号,泰国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制度为期5个月,该时段覆盖了泰中两国的旅游旺季,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,促进泰国经济发展。 赛塔表示,免签制度的实施可以解决签证审批等待期过长的问题,就富泰游客可能担心的安全问题。 赛塔称,已要求泰国国家警察总署、国家旅游局等机构为中国游客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,每个部门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。 为迎接中国游客的到来 泰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配套措施 包括增加航班 推出酒店优惠措施 以及在旅游景区和购物场所 开展多种促销活动等 赛塔表示 他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 泰中两国的旅游人员往来更为密集